一隻腹骨食心的怪眼,一粒耐力神秘的寶珠,繼續引訓這一段離奇曲折的地底奇談故事。 音效廣播小書,鬼吹燈第二部志,龍嶺麥骨,臨敬言正哀窮。 就在謝姑壽,洗著照灰星踢斗,胸後的裙絲索,牽著那條女絲頸向前一拉,同時單腳向前踢出,將女絲的小腹向後一踢, 使那條女絲擺出個端端正正坐正在那裡的姿勢,坐在棺材之上,然後謝姑壽對手正準備去解開女絲身上那件臉服的時候, 突然間,一隻無聲聲的怪獸不知從哪處伸出來也踏,就踏正在謝姑壽的肩膀。 你一下的變故真是非常之突然,雖然謝姑壽都算偽高人膽大,但是,你一下也使他周身的汗毛都樹起了。 什麼來,究竟是什麼來呢? 他努力地鎮定一下自己,然後這樣才轉頭,去看看自己肩膀,究竟有一件什麼事。 他轉頭一看,原來,一隻花紋斑斑斑的大野貓,不知什麼時候,已經在那道洞裡無聲無色地撂進來,現在正好怕只是謝姑壽的肩膀。 那兩隻綠色的貓眼,正是惡狠狠地,同樣亦都盯著謝姑壽。 哎呀,真是影響當初。 杜斑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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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斑� 壞野貓,一點都不怕人, 他怕只在謝姑嫂的肩膀和謝姑嫂對視之下, 接著就跌下頭,向棺材裏面死周圍地望。 他似乎,他在棺材之中, 擺放在女師旁邊那些名氣非常感興趣, 這些金光小小的器皿, 在他眼裏面就好像有著無比的吸引力的玩具一樣, 隨時都可能撲入棺材之中。 糟了,這隻野貓,如果在自己肩膀跳入棺材裏面, 一旦被他碰到女師, 就算這隻女師口裏面陷著定斯丹, 也一定會引發思辨。 如果變成白空,自己雖然不怕, 但是這樣動靜就非常之大, 說不定還會將蠟燭整遮。 而且,這陣子時間已經不多, 恐怕一旦發生思辨,自己就來不及, 將女師身上的臉服, 拿回來嫁給廟臣長老。 正所謂雞明不摩金, 就是跟燈飾和摩金的規矩一樣, 都是摩金價位必須遵守了兩大戒條。 雖然,以謝姑少的身手, 就算破壞了那些魔金行規, 要拿走這套臉服, 亦都是意願反準。 但是,江湖行走的人, 都是最講求信義承諾。 這些規矩, 看到比自己的命的重要緊要。 好像謝姑少, 有這麼響名堂的高手, 對於自己的承諾, 就更加非常珍惜。 道斗這一行, 原本就已經不是這麼好聽。 如果, 再連信譽都沒有了, 這樣, 自己跟一般民間匪道的毛賊, 又有什麼不同呢? 說時遲那時快, 你的念頭, 在謝姑少的腦海裡面, 好像電光火石一樣, 剛剛閃過的時候, 那隻大野貓, 已經供起了身體, 似乎準備要跳入棺材裡面。 謝姑少原本想伸手捉了它, 但是怕身體一動, 驚動了這隻大野貓, 或者, 未等自己捉到它, 它就已經一跳, 要跳入棺材裡面, 只要被它碰到一條女屍, 這樣就整真閉加火。 於是, 就在這個時候, 它自己忽然急中生智, 即時, 輕輕吹了幾下口哨。 謝姑少, 之所以有個這樣的綽號, 就是因為它口技了得, 可以模仿各種動物, 甚至是機關、人聲, 總之學什麼詞什麼, 甚至可以耳以假亂真。 這個時候, 為了吸引野貓的注意力, 它就吹了幾聲口哨, 然後又學了幾下貓叫。 那隻原本準備跳入棺材的大野貓, 突然間聽到有同類的叫聲, 當堂耳朵一鼠, 就伏在謝姑少的肩頭那裏, 到處這樣瞅, 想看看, 哪裏會傳來另外那些貓的叫聲。 可能這隻大野貓也都覺得奇怪, 明明見不到有其他的貓來的, 怎麼會聽到有叫聲呢? 那這隻貓究竟躲在哪裏? 為什麼聽到聲, 好像這麼近似的? 幸好自己的口忌, 終於可以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但是, 怎麼才能把他引到離開棺材呢? 只要再有定堆的時間, 我就可以把這具女絲的臉褲脫下來, 這樣大功告成。 那時候, 你這隻臭貓去哪裏玩, 我們任由你來, 只但是, 怎麼才能把他暫時引走呢? 啊! 有了! 這隻野貓, 可能已經幾天沒吃過東西了, 一聽著鳥仔叫, 當堂食指大洞, 他終於發現, 你這鳥仔的叫聲, 有了旁邊這個家伙, 眼下面發出來的, 這個人的臉上, 還蒙著黑布, 說不定黑布下面有什麼景點, 有一隻麻鳥仔躲在那裏, 都說不定。 大野貓一想到麻鳥仔, 當堂雙眼都發光, 他即時, 他那隻貓走, 一下一下地想去找謝姑少, 蒙在嘴那塊黑布, 謝姑少看這個心暗暗歡喜, 你這屎笨貓, 蠢到死, 你暈了, 咬死我河車了。 謝姑少勾著大野貓, 集中注力放在我面上黑布的時候, 偷偷地在棺材裡面, 集中一件陪葬的名氣, 這就是一隻純金的金絲眼, 他保住自己肩膀不動, 手指貢取力一旦, 那隻金絲眼, 在半空之中飛過, 跟著, 就跌在墓室後面, 渡洞口的附近。 這個墳墓, 始終都是一片直正, 連眼执電在地下, 都可以聽一見, 那隻眼一落地, 果然, 就引起了這隻野貓的注意, 謝姑少這個時候, 也都不再用口技, 那隻野貓以為, 那隻小麻將趾著自己不為止, 已經逃脫, 都不知道逃去哪兒了, 於是, 他叫了幾聲, 就追著聲音, 走了過去, 想去那兒找麻將吃了, 謝姑少等的就是這個機會, 大野貓碰碰碰一跳, 跳離了車的肩膀, 他馬上在招筋, 含出那支, 廿四響快慢機的 德國薄殼槍, 想轉身, 一槍就打死大野貓, 免得他再跳上來堵亂, 怎知, 他轉身一看, 喵, 哎呀, 糟了, 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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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真是不知行走什麼壞話, 喵, 在身後, 除了那隻原來捐進來的大野貓之外, 你的時候, 又捐了七八隻大大小小的野貓進來, 喵, 又一隻, 離開罩著蠟燭的那個雅當都不知多近, 稍微撞一撞, 碰一碰, 雅當一想, 即刻, 便會將那隻蠟燭額昔, 哎呀, 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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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這孤少整世人都不知經歷過多少個大風大浪, 想不到, 在這座小小的墓室裡頭, 居然遇到, 這些那麼前所未見的詭異情形, 為什麼, 一下子會走了這麼多隻野貓來呢? 難道, 自己的口氣引起了附近野貓的注意, 貓的子仔一向都聚來, 聽到洞口傳聞麻雀的叫聲, 一隻隻鑽進來, 想弄一頓麻雀餐? 非加坊, 這個時候, 天隨時都會光, 那怎麼算好, 怎麼算好呢? 按照以往的經驗, 野貓這種動物很多兒, 很少主動會在肚洞那裡捐入虎牧, 車孤獸看著身後, 這麼多隻大大小小的野貓, 真是有些可笑不得, 今晚都真是不知道撞什麼鬼, 你頭剛剛搞定, 那頭麻煩有禮, 想不到, 在這座古墓裏面, 只有脫一套臉褲, 平時這些東西簡直是醫師汁啦, 現在居然這麼多禮橫折曲的波折, 那頭有居然招來的一大批野貓, 那頭有居然招來的一大批野貓, 全部打死, 但是, 你只要打漏一隻, 它這下, 一走一撞, 又或者受傷的野貓, 輕輕一喊, 即時, 就會將那支蠟燭撞撕, 燈飾魔金, 雞鳴魔金, 如果在蠟燭消滅, 供雞提叫之前, 自己都藏不到這套臉褲下來, 這樣就學不到魔金教委的奔金定月之術, 這樣自己, 就更加難在西夏國的藏寶龍裡頭, 找到鳳凰膽告殘主了, 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想到自己親族之中, 那些人流死的時候, 鬼眼病將它們折磨到, 苦不堪然的蟲腫慘風, 謝孤雞就覺得, 世上所有的困難都爛住自己, 一咬牙, 現在這樣的情人, 不能夠求穩, 一定要以快仔快, 聽著那些野貓搞出事來之前, 先將這具女屍的臉褲取下來先, 於是, 謝孤雞出手如電, 將女屍固定好之後, 左手一掃, 將臉褲上的扭扣, 全部一扯扯開, 然後彈手一舉, 出腳一撩, 首先將臉褲的衣袖, 在女屍的手臂脫下來, 但是, 請她剛剛動手的時候, 忽然之間, 兩隻野貓一跳, 已經跳上同角金棺的棺材邊了, 為什麼這兩隻野貓, 居然害怕都不怕謝孤雞呢? 這個人是她, 長期倒斗, 身上陰氣重, 陽氣躍, 再加上, 穿著那件黑色的夜行衣, 又吃了要抑制心跳呼吸化解斯毒的紅沙妙心軟, 所以, 在動物的眼裡頭, 這位杜牧高手, 和死人差不多, 而野貓, 他們並不覺得死人有什麼危險的, 現在那兩隻大野貓, 正是被金國銅棺那些黃橙橙的顏色吸引著, 一跳就跳上來, 這個時候, 兩隻野貓自己還在那裡玩, 你向我瞄瞄嘴, 我就向你舉一舉個貓走, 居然同時一點, 兩隻野貓, 一起跌入棺材之中, 眼看著, 那隻野貓就要撞到古屍, 這個時候, 由於謝孤雀將丁斯丹塞 塞進女屍的口裡, 所以原來屍體身上, 生出來的那些白色腫毛已經慢慢消退, 但是這陣子, 如果女屍的屍體被野貓一點, 那可能馬上就會發生思變, 這一點, 謝孤雀是非常清楚的, 而且在這麼多屍殺之中, 白胸是非常猛烏, 一時三刻, 絕對不可以將它制服, 但是, 找個經驗來看, 現在這個時間, 隨時都會有雞蹄, 隨時都會有天光, 如果再稍微擔擱一下, 只要公雞一叫, 過天日光, 白胸也不會發作, 但是, 女屍身上這套點服, 今天怎麼都拿不到下來, 這個時候, 也只有謝孤雀的身手, 才可以化解危機, 眼看著那兩隻野貓, 跳進棺材, 快點到女屍, 一順緊, 謝孤雀扯動品絲竹, 一流腰, 騰空而起, 在甘角同棺之中, 向左邊一跳, 就跳著出去, 而那條南宋女屍, 亦在一起, 被她在甘角同棺那裡, 撤出出來, 一個人, 一條屍, 都落在墓室的地面上邊, 最後, 已經有三四隻野貓, 走進棺材裡面, 在同角金棺裡面, 互相追逐嬉戲, 幸好早上一步, 離開了同角金棺, 真是險過體頭啊, 這個時候, 手腳要更加快點才行, 嘻, 謝孤雀單腳一掌, 將女屍, 在自己身上撐起, 變成單腳架起女屍的手臂, 一拉, 就想將女屍外面的臉服脫下氣, 但在這個時候, 借著蠟燭微弱的光芒, 她忽然間發現, 女屍的口, 不知幾時就抹開了, 大概, 可能是帶著的女屍, 在同角金棺裡跳出來的時候, 動作幅度太大, 又將女屍的口震開, 只見, 那顆定屍單, 跌了出來, 女屍身上, 又開始慢慢地, 散出一層白色的褶木, 糟糕, 糟糕, 快又要施變, 這姑少即時一反手, 就幾跌在地下的定屍單, 正要向女屍的嘴, 塞回去, 怎知, 在她的臉, 空近女屍, 想塞一粒單藥進去的時候, 突然之間, 天王, 女屍忽然間一張嘴, 噴出一股, 好像龍毛一樣的黑色屍氣, 好狼的屍氣啊, 如果不是, 謝姑少, 一早就吃了一粒, 紅衫妙心腸, 給這股屍氣一分, 恐怕即時, 就會從屍毒而死, 不過, 對見那些古屍噴出來的, 好像黑毛一樣的屍氣, 謝姑少也不敢大意, 他低頭一比, 亡緣之間, 原本已經撿起的那粒, 女屍口裏面的, 深紫色的定屍丸, 一下子又跌了起, 照著蠟燭的瓦當旁邊, 這個時候, 女屍身上的腫毛, 已經是越生越長, 越生越快, 這個時候, 謝姑少有兩個選擇, 要不就不理三七二十一, 除了一件臉服下來先, 但是這樣做的話, 這條女屍馬上一定就會變成白空屍殺, 所以謝姑少, 只能夠選擇第二條路, 他暫時將捉住女屍身上那件兼服的手送開, 無論如何都好, 趁現在, 私便還未完全完成, 馬上出了那粒定屍丸, 跟女屍殺回去才好, 於是, 謝姑少順勢一滾, 他跟南宋女屍之間, 有群絲索連在一起, 那句整得慢慢地生出白色湯毛的南宋女屍, 隨著謝姑少一滾, 亦都被他扯住, 向著無塞的東南角滾過去, 東南角原本就是整座墳墓照明的死角, 但是現在, 墓室唯一的光源一共有兩處, 一處就是原本在杜墓開棺的時候, 謝姑少放在同國金棺蓋上的那盞馬燈, 另一處就被亞當遮住的蠟燭, 亞當和同國金棺的馬燈, 兩處燈光的交匯之處, 在那個半陰半明的角落位, 那粒定斯丹, 就跌正在那條交界線上, 謝姑少一滾過來, 正要去拿那粒定斯丹, 就在這個時候, 最初跳入來搗亂那隻大花貓, 可能餓得太狼, 一見到什麼, 就想即時折落土, 一口, 將地下的定斯丹, 就咬住了, 謝姑少看著這隻大野貓, 勾到牠幾乎牙關都咬衰, 這個時候, 新手拿定斯丹已經遲了, 謝姑少急上來, 只好又醞釀了牠, 那隻會叫的大老鼠會這麼大隻, 和平時的老鼠生得這麼像, 所以牠並沒有馬上撲過來, 就趁著那隻野貓一疾的時候, 謝姑少順勢一手, 就搶起, 本來已經被大花貓咬住的定斯丹, 順手, 一反手, 塞進了南宋女師口裡面, 跟著飛起腳, 將那隻大花貓踢到整隻飛起, 一撞, 撞在墓牆之上, 即時, 嚇都沒有再嚇一聲, 就一命護膚, 對不起, 不是我用來拿你的命, 只不過, 你這隻衛生貓, 一而再, 再而三, 壞我大師, 所以不留得你起書, 希望你超度成佛, 這個時候, 離雞蹄, 應該都不夠半支煙的時間, 再也不可以等, 於是, 他馬上一扯滾絲, 向南宋女師整條斥起, 這時候, 照在南宋女師外面的那件臉服, 已經完全解開了, 只剩下兩截衫就, 女師身上穿著九套臉服, 那些衫本來討得很緊, 但是只要順著臉服, 和身體的走勢, 使用的手法得當, 應該不用浪費多少力, 就可以將這件衫完全脫下來, 這個時候, 謝姑少將扶住南宋女師的屍體, 準備將她的屍體一轉過去, 不用舉著女師的手, 只要順勢一扯, 就可以將那件衫服全部扯完, 但是, 未等謝姑少將南宋女師轉過去, 忽然之間, 那個野貓, 可能因為聽到了, 剛才在謝姑少身上發出的老鼠叫聲, 一齊都想著, 來謝姑少身上找老鼠吃, 於是, 整群貓, 就向著她直撲而來, 十幾隻野貓一齊撲上來, 那自己就算有三頭六臂, 又怎可能這麼快處戰這十幾野貓, 哎呀, 難道天意如此, 要快要成功的時候, 始終都功愧一筆, 怎算, 怎算啊? 鬼吹凳之, 龍嶺馬屈, 沿著天下霸場, 改篇播講, 林敬, 音效製作, 郭建文, 豪正希, 本集故事就講到這裏, 欲知後事如何, 請繼續留意, 下一集 一隻腹骨食身的怪眼, 一粒內力神秘的寶珠, 繼續, 人份這一段, 李奇曲折的地底奇探故事, 音效廣播小書, 鬼吹燈第二部之, 龍嶺馬屈, 林敬, 現正哀愚恐, 這一個夜晚, 對於寶珠來說, 簡直真是太漫長了, 眼看著, 經歷的千辛萬苦, 就來將那件點褲脫下來的時候, 忽然之間, 十幾隻大野貓, 又向著牠身上撲過來, 好像在牠身上, 找到剛才叫的兩隻老鼠, 要來馬上吃了牠一樣, 十幾隻野貓啊, 就算謝姑少的身手再敏捷, 但是, 牠畢竟不是三頭六臂, 又怎可能同時應付, 你十幾隻野貓的撲擊呢? 眼看著, 那十幾隻貓, 快來撲到牠身上, 怎麼辦? 怎麼辦? 謝姑少一下子人急刺身, 於是, 喵喵! 那群野貓怎麼猜得到, 謝姑少有這樣的本事, 真假, 牠們本來生性多疑, 突然間, 在發出老鼠叫聲的這隻野身上, 突然又傳來幾聲貓叫, 咦, 什麼回事呢? 一時之間, 牠們都搞不清楚情形, 所以, 那些野貓, 馬上停著, 不敢動又不敢跳, 只是那十幾對貓眼, 死死地盯著謝姑少, 那些野貓, 綠色的貓眼, 在黑黑的墓室裡頭, 就好像有幾十盞點著的燈仔一樣, 散發著充滿野性和凶險的光芒, 謝姑少不管那群野貓怎麼打算, 現在只有即刻, 將南宋女絲絲身的臉服脫下, 這樣才行, 於是, 他翻身一踢, 將屍的絲身一踢, 踢到背後, 向殺自己, 然後就準備順手扯他身上的臉服, 幾乎在同一個時間, 餓到就來發癲的野貓, 也打定了主意, 就好像事先夾定那樣, 無論這隻懂得發了這麼多怪聲的怪物, 究竟是貓, 老鼠, 因為死人, 總之只要吃得的東西, 不理會它有什麼聲音, 吃了再說, 於是, 一隻幾隻貓, 又好像一隻隻離圓的快聲一樣, 向著謝姑少撲倒, 謝姑少也知道, 你的時候, 你一晚, 已經到了最後的關鍵時刻, 能不能成功再次一舉, 在跟著下來的短短一瞬間, 它要同時做到, 第一, 就不能被這隻野貓, 點到南宋女師, 引著激起屍邊, 第二, 亦都不能被任何一隻野貓, 裝飾無失亂的蠟燭, 第三, 要趕著在雞堤之前, 除到南宋女師的點覆, 絕對不能違背, 雞明吹燈, 不摸金的規矩, 於是, 謝姑少, 即時退後一步, 用腳踩著, 那快要來遮住蠟燭的雅當, 跟著, 飛起腳, 最先撲過來那隻黑色野貓, 被雅當打中, 當同, 慘了一聲, 滾在一邊, 這個時候, 謝姑少也跟著, 揽著那具南宋女師, 在地下滾, 飛過在半空中, 飛過的兩隻野貓之後, 他馬上順手一手, 將地下的蠟燭, 拿在手裡邊, 用蠟燭上的火苗, 燒斷了自己空前的蠟燭, 左手握著南宋女師, 臉服的後襟, 謝姑少跟南宋女師, 這陣子跌在地下的樹, 謝姑少順勢一卻, 將女師身上的那件染複, 即時就扯了來, 只不過, 這個動作的力度稍微大一點, 雜時捲起了一地方聲, 蠟燭當時就取消了, 就在蠟燭硬硬熄滅的時候, 遠處金雞報曉的聲音, 也同時傳入這個動動之中, 謝姑少在除了那句 南宋女師的染複的時候, 也不是除了力一角, 將南宋女師本錢踢出, 所以那句女師錄了幾個, 剛剛好, 錄在那對野貓的旁邊, 於是, 我同一個發晒落的野貓, 拼命地在南宋女師的身上, 亂吵亂吐, 還有幾隻, 就在另一邊, 咬著先前撞死的野貓屍體, 看著那些白曬狼的野貓, 謝姑少得更暗暗心驚, 他在哪裏前撞死的野貓, 簡直好像一群, 握住土埔的泥底。 這個時候, 雞題三次, 那句古詩, 應該又不會發生詩變, 由於古墓裏面的女師, 嘴裏面含著定斯丹, 因為藥物的克制, 所以, 那條詩的詩毒, 都藉在詩體內部, 並沒有向外擴散, 所以, 這條女師, 才自家都保存得這麼完好, 而那幫鵝貓, 吃了它滿含詩毒的肉之後, 肯定亦都會中詩毒而死。 於是, 借古詩將拿到的臉服疊好, 然後, 拿回在棺材板上的馬燈, 在道洞那裡捐出來。 這個時候, 雖然已經聽過雞題, 但是, 黎明前, 他嚇得最厲害, 借古詩趁著天黑, 將那個打通了道墓地洞, 重新填好, 將這群野貓, 以及古墓裏面的一切, 全部都封在裏面。 接著, 又將那半截無字射機, 放回原來的位置。 眨眼一看, 沒有到半點被人曾經叫過, 或者移動過的痕跡。 搞定了, 他才回到毛虎子女頭, 見鳥陳掌勞。 他將那件女師的臉服遞上去之後, 又將那半截經過, 圓圓本本地說了一次。 大師, 你說過雞鳴登滅不阿金。 剛才是雞鳴登色的同時, 我又將古詩的臉服拿入審。 但是, 那時候, 因為情勢危急, 我都沒有辦法分辨, 是哪樣在前, 哪樣在後。 所以, 我都不敢說, 我自己有沒有破到, 摩禁教委的規矩。 可能, 上天是奠定, 我沒有緣, 能夠得到師父的傳授。 如果我將來不用死, 那我一定會再來聆聽, 大師, 你的禅理佛經, 現在弟子, 還有要事在身。 告辭。 鳥陳長老出家之前, 也有名的摩禁教委, 在江湖之上闖蕩了很多年。 聽著謝姑少這番說話, 又哪會不明白他的意思呢? 這個謝姑少, 在杜斗行中, 也鼎鼎大名。 他這樣說, 分明是以腿為進, 把那波交回給自己。 鳥陳看一看, 跪在地下的謝姑少。 這個人, 這樣的脾性, 這樣的傲氣, 使他看到了, 好像是自己年輕時候的影子。 其實, 鳥陳自從聽了謝姑少, 之所以要做搬山盜人的原因, 以及他為了解救族人, 一直尋訪鳳凰膽的經過。 他就已經打定主意, 一來, 因為救人出苦海, 乃是佛門終止。 既然知道了這個扎格拉馬神山神族的秘密, 就絕對不能夠袖手旁觀。 以來, 謝姑少的身手, 他也非常愛惜, 尤其他為人坦蕩, 並沒有隱瞞到, 是鄧色雞鳴, 同時, 才能將這個臉服拿到回來的細節。 現在這個社會, 狡猾不顧信義的人越來越多, 好像他這樣, 能夠將承諾信義當成自己為人的第一種則, 這個已經是很難能可貴。 嗯, 自己的年紀都這麼大了, 日臣分金定月的本事, 以及低速, 都要找個全人了。 哈哈哈哈, 謝姑少, 快點起來, 雖然是雞叫燈飾, 你才拿到臉服, 但是, 亦都不算是破壞了摩金教位的行規。 祖師爺正是說, 雞鳴燈飾, 之後才不可以摩金, 沒有說, 同時那時候不可以摩馬。 哈哈哈哈, 大師, 多謝大師盛存, 既然師父不嫌棄, 要將我收入門下, 因師在上, 請受弟子三拜, 嘻嘻嘻嘻嘻嘻, 不要走這樣的俗禮, 摩金教位自古以來, 就只有同門, 並沒有師徒之處。 不像這些半山舍領那樣, 亦由師父傳徒弟代代相傳。 凡是用摩金手段來倒斗, 只要遵守摩金教位的行規, 这就算了同行同门 老夫传给你这些秘述 这个是我们大家的缘分 但是我和你也只是有同门之仪 并没有司徒的名分 虽然了尘长老是这么说 但是谢姑秀依然行了三季九寇的拜师大礼 然后敢先站在旁边 应后师父吩咐 尘尘长老想起谢姑秀 这次在这座南宋古墓里所做的种种事情 对于谢姑秀身手高强 又可以在这么危急关头之下 最后都拿到练服回来 这一切经过 尘尘长老都非常本意 跟着他又将这件脸服焚化了 又念了几次超度的经文 希望那句南宋古诗的主人 可以往生极乐 整件事里面 尘尘长老只觉得 谢姑秀一脚踢死野猫 做得稍微狼狼一点 无论怎样说得好 这件事稍微还是做得绝一点 在南宋古墓之中 在南宋古墓之中 你仍变得意 既致果断 伸手不凡 你几点 维持得非常本事 但是唯独 你一脚踢死那只野猫 实在做得稍微过大了一点 谁知道 无论蛇虫鼠矮 都是一个生灵 能放生时 且放生 记住 明天如果同人动手 尽量要跟对方留回生脑 不要将事情做得赶尽杀绝 这样做 也都要跟自己 继续音符 是 弟子谨记 借姑少对鸟臣长老虽然非常尊敬 但是觉得 鸟臣长老出家之后 似乎更加婆妈 整死那只猫 不用这么小题大做 所以 借姑少对这件事 就有点不以为然 我平身杀人 吃那只猫仔 又算了什么 只不过 既然你认识别人做师傅了 又怎能够句句地折回头呢 于是 只要扮得很专专地 听着尿尔臣长老 跟他大讲佛理 尿尔臣长老讲完佛理 那么先将摩金教会的行规 手段 禁忌 以及各种的传承 又对借姑少或细细地说一次 上次说得简单 今次已经说明是要收人入门了 当然是说得不厌其长 一条一条 解释得不知多么透彻 好像入古墓摩金 如果那个渡墓地洞 一日打不远 可以分成十日打 但是有一条规矩 就是一旦进入了古墓里面 继名之后 就不能够再碰观角 因为一个世界 有一个世界的批举 继名之后的世界 是属于羊的 黑夜的阴 你的时候就必须违避 所谓羊人上路 阴人违避 继名不摩金 照继题之后 这个世界 就不再属于道墓者的世界 如果你坏了规矩 那祖师爷 必定会有报应降能在身上 对于这些事 宁可信其有 如果不是 恐怕不像在哪日 厄云降能在身上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哪头来 另外 凡是摩金教委 进入了古墓之后 在打开观角之前 一定会在东南角 摆一支蜡烛 点着它 一来 是防止这个地宫里面的 有毒气体突然增加 二来 这个也都算是几千年来 生人和死人之间签订的一条契约 纳热日式 那说明 这个地宫里面的名气 是绝对不能够取 如果硬要取 也都不是不行的 只不过以后 有什么麻烦 就要自己承担 只要信你自己的命够硬 一样可以在蜡烛色之后 将那些名气带出来 但是这样做得非常危险 可以说绝对狗死一生 解释完这些规矩之后 妙臣长老就在自己三代里面 拿出了两枚摩金符 这些符乃是千年古物 学了摩金教维的手段 最多展立的算是半个摩金教维 只有大正义和摩金符 先算是正宗的摩金教维 你两道府 那是老衲和当年一位同行的 那天两个人 渡过不少大豆 但是 二十年前 他在洛阳一处古墓里面 中了机关 桑云钉 唉 这些残念族事 也算了 老夫这门摩金符 从此就归你所有 希望你人后 杜斗摩金 谨记何规 也算是对得住 我们摩金教维的名号 这姑少听到 马上用双手 接过摩金符 公公公公地戴在自己的颗上 苗尘跟着又详细地问了 借姑寿 有关那个古老暴落 和鬼动 高尘珠 凤凰胆 种种的事情 最后又问了 关于西夏国 藏保洞的情形 听完了 他才稍微点一点头 你没放黄胆的事 老夫都听说过 相传说 你粒宝珠 在皇帝先化的时候 留下 也有人传说 你粒宝珠 是在地下千尺之间 拿回上来 乃是由地母变化而成的万年古荣 甚至还有人说 他是凤凰的灵气所化等等 不过 无论哪种传说 其中一种是一样 就是这粒宝珠 那样子好似人的眼球 乃是世上的第一奇珍 当然 汉奥帝拿出他来殉葬 后来赤眉大军 大师发掘 茂陵中的物品 也真是敢流落民间 想不到 原来最后是落在西夏皇室手中 师父 弟子的族人 多数都中了鬼众的嘴咒 临死的时候 一定是苦不堪言 我们祖先代代相传 这场大祸 都由于当年 都是跟那个神秘的鬼动有关 要解除诅咒 除非就能够拿到这粒高尘珠 凤凰胆 弟子之前 得到消息 说在宋朝的时候 李梅凰凰胆 曾经辰转流入西夏 当年蒙古人攻破了西夏国之后 也曾经大肆首杀西夏皇室的宝藏 但是那些宫廷中最贵重的宝物被收得很迫 原本作为黑水城外围的一个据点改建 当时西夏国一位正统天文术素的大神 他夜晚经过黑水城 在城头巡落的时候 见到距离城外十里的地方 三声照耀 风水极好 一一道止气 直冲云消 于是 就大兴土木 将那里改建成为通天大佛寺 原本他希望自己死了之后 能够埋葬在这栋风水堡地里头 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这位大臣被当时的西夏皇朝杀死了 于是 他原先为自己修建好的坟墓 就这样空了在此 而西夏国被人剿灭的时候 蒙古人曾经大肆搜查 都找不到这栋凤凰胆 所以 有人认为 这枚凤凰胆 可能 已经落在那个藏宝洞里头 如果不懂得分金定义之数 恐怕 你就算挖大半小 都没办法挖到 我们原来所有的地工 西夏国 黑水城 好了 西夏文字失传了很久 现在也都只有人 可以读出小部分的文字 就算明确记彩 恐怕也都没办法翻译得出来 不过 三姓飞影 只气冲消 这样的地方 如果人撞到他 必定可以福任子孙 既然我这个宝珠是为了救人 让你慢慢学习了摩金教维的各种手段 现在去恐怕又不知道要担多少时间 这样 这次 老衲就陪你走一次 为了救人 过你把脑骨头 是了 都要再到一次打好 这姑少听到话 或者帮自己 苗尘长老居然出面再次出山 为心更加感激 于是 两人稍微准备之后 就开始动身出发 要沿着黄河 去西夏古国的黑水城 陈光 鬼吹凳之 龙岭迷屈 沿着天下霸昌 改篇播讲 林敬 音效制作 郭建文 豪正熙 本集故事就讲到这里 欲知后思如何 请继续留意 下一集 王 其后 到底 único 没 好 放 Rena 帮